好我們來看一個102學年學測的第16題 這個就是考大學的題目 但是國中生就會了 國中生就會了 不需要念過高中啦 要念什麼是用哪些操作是正確的 再稍後我們必須要製造這些實驗室的器材的操作 那這邊有五個選項 還有五個不同的實驗室的操作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它吧 來 首先是我們兩桶的手 我們兩桶要把東西倒到我們兩桶裡面 要把議題倒到兩桶裡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我們的兩桶信寫 然後一直放過去然後開始自己寫到 這個是正確的動作喔 那接下來我們將本末放進我們的市管理院 那接著我放呢 那這邊就是將它横放放進去 任何避免的本末再多也在管理上 然後我們在國北倒到市管的底部 所以這個動作也是正確的嗎 是不是國中生就會了 不用念過高中 第三個 從你裡面吸出四季之後 來這張圖上面是吸出四季以後 我們的花粉就是我們的激管 它是倒過來的 我們說我可不可以倒置 不可以倒置嘛 不會讓藥品碰到那個吸頭的地方嘛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液體就會把它吸回來 就會讓我們的吸頭會不乾淨 那以後我們就沒辦法再繼續用這個滴管 因為我們如果只要這個滴管吸 那就會不乾淨 那這次的方法是什麼呢 這次的方法就是我們滴管朝下 然後我們吸頭在上面 那吸起來之後我們一樣吸頭在上面 吸的部分在下面 才是正確的動作 這個我們講過的重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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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用一個檢查的酒精針 去檢查另外一個 還沒檢查的酒精針 這個動作的明顯就是錯誤的嘛 因為我們在疫情前 那我們的酒精會不會露出來 那這樣子主要要對我以前 那時候1點5點的人要錯 那就不太妙 那這個動作是錯誤的啊 那5、6時候正確點燃我們酒精針呢 正確點燃的方法 就是用我們的火柴 或是用我們的打火機 點燃火之後呢 再靠近我們的火源 點燃它的真心 點燃它的真心 在它這時候就會有點辛苦 點燃之後 它就是我們正確點燃酒精針的方式 那不要忘了 我們在 我們在洗面酒精針的柳系列 直接蓋上它的蓋子 就可以洗在裡面 然後再繞子 這裡要講的收集器的話 我們會不會教 向上排氣法 向上排氣法 跟所謂的排水 集氣法 重點是排水 集氣法 我們會不會教 清氣應該是用排水 集氣法收集 因為我們把空氣打進來之後呢 我們要收集的氣體 它的能力在下面 那原本的空氣就會打出來 原本的空氣就會往上排出來 就是下排氣 OK 好 這個方法是不是用於清氣的 我們必須先知道一些什麼 清氣的呢 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一定會小 過了它這個 O7的重量 因為我們的空氣的平衡分子量 大概是20公分 對 所以它的重量一定會有很高 而且重量淘清 所以正常我們的清氣應該是會浮在上面 所以這種時候 我們要做方法的排氣法 或者說 那可以用向下排氣法 就是向下排氣法 我們還要繼續要注意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向下排氣 我們的空氣節還在上面 但是我必須要調整 我們的清氣的法 空氣全部擠出來 那如果要更高準度的清氣的話 我們就必須用另外的方法 像說排水機器法 那排水機器法 身的氣 就是不容於水 那我們這邊剛好 清氣的重量小量空氣 那 而且我們的 清氣又不容於水 那這時候呢 我們的向下排氣法 會是向下排氣法 所以這邊這個向上排氣法 已經沒有錯誤了 它應該用排水機器吧 就算你不用排水機法 也要用向下排氣法 因為我們的 清氣比空氣 清 會往上飄 因為我們的 清氣不太容易水 所以呢 我們 都會是我們的清氣 那 我們水就會被清晰一下 那就可以收集到 比較高速度的 清氣嗎 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們提過 他說 下面哪些消耗正 我們剛剛看這麼多的步驟 他正在實在 首先扣我們的 降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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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然後 這個 還有 沒有 所以 我正確的答案 就是 欸 這樣子 你答對了嗎 這個其實 這個局部其實 真的 我用真就會對不對 不用念過高中 不清楚地方 那 我會沒有 我會看一下 下來可以考18分 我們先考一個重點 我們先考一個重點 就是要跟大家提醒 我們實驗器材的使用 我們要介紹 這個實驗器材的規矩 按照 器材的規矩 我們要把他正確 這個方法是什麼 要阻止什麼事情 但是 這都是我們在這個地方 就會看到 那如果有進去的話 就把它點進去吧 點進去 那就可以看到 我們這條件也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OK 就是跟各位 介紹一下 很簡單對不對 應該我就會了 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